台湾著名的地標台北1O1 當年打造的幕後推手 紅國建設副董林鴻明 有了女兒繼承一波 他的千金林玉芳 原本在香港不動產公司工作 當時有朋友準備要考綠建築執照 他有興趣也跟著念書 後來很順利拿到香港綠建築執照返國 就先把自己的專業 貢獻在林家自己大樓 林玉芳著手把紅國 敦化北路這33年的起家措 翻轉成了跟台北1O1 並列世界白金級的綠建築 花了8年把大樓的管線全部都翻新 還在頂樓打造了秘密花園 把雨水都存起來衝冊 為大樓節省了將近5成的用水 綠建築說起來很時髦 這概念其實就跟老祖宗的智慧一樣 他在屋頂植栽也節能減碳 一年可以省下400萬用度的電量 而他的弟弟林柏源15歲就被送到國外當小留學生念土木 後來加入姐姐的行列了 姐弟倆印象最深刻的是 以前颱風天爸爸最愛找他們去看工地 因為下雨颱風這時候最能夠檢視一棟建築的耐受度 年後面就曾經在颱風夜過後第二天 特地帶兒女巡視建造當中的台北玩偶玩 工人形容他總是比營造廠的人員還要早到 工作態度讓人不敢馬虎 究竟第三代帶著阿嬤跟爸爸的精神 如何聯手打造西區建案 來看繼承者們的初登板 這其實是澆水啊只是你的Liter比較大啊 這個是4L的吧 就是可以這樣噴一噴 然後他們就會很開心 像這一盆是我同事他都已經離職了 可是他在離職之前還幫我種了這一盆 然後送給我 林玉芳對著鏡頭如數家珍 很難想像樓下就是車水馬龍的敦化北路 喜愛綠色植物的他把17樓辦公室裡裡外外 打造成秘密花園 然後這我阿嬤的蘆薈 就是直接拔起來就可以 我真的就亂搞 他口中的阿嬤就是紅國董事長林謝罕見 而林玉芳正是副董林鴻明的千金 說起家族的代表作 身為台灣人你一定知道 我母親認為說 其實你們不能就這樣而致滿 所以她認為說應該要擺齒乾頭更進一步 所以101呢 是代表你如果爬到一個高峰 還要繼續往上突破 新年快樂 林鴻明打造台北101成為台灣地標 至今屹立不搖 爬上紅國大樓屋頂 還能夠與101遙遙相望 如今林玉芳把這棟33年的Key Getsu 變得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是紅國大樓頂樓的綠屋頂 像我們在夏天的時候常常會很熱 那這個其實就在屋頂上面 有一個隔熱的效果 這樣一來 夏天冷氣就不用開到最強 繼承阿嬤與老爸 林玉芳一樣都在蓋房子 但她蓋的還能節能減碳 大家如果從遠處看紅國大樓的話 它其實是這個形狀 那它其實就很像一個臉盆好了 像一個挖弓 那它就這樣子去對著天 接了所有的雨水下來 那我們在屋頂上接下來的雨水呢 都會透過周邊的這些排水孔 全部倒到地下室去 我們有102噸的雨水回收槽 那這雨水回收槽的水 會經過過濾之後 我們會再拿出來充測使用 林玉芳還裝了另一個法寶 可以讓大樓裡的人宛如待在金鐘罩 所以後面這個系統呢 是我們的冷氣空調的新風系統 那我們在這裡其實有做了PM2.5的過濾 將新鮮空氣帶到建築物裡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能夠有非常乾淨的新鮮空氣 這就像人戴了口罩 把髒屋阻絕在外 透過管線送進屋內 不會讓人昏昏欲睡 大概下午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好像吃飽飯 可能肚皮緊了眼皮就鬆了 我們在辦公室其實也有很多人 來到這裡開會的時候都跟我們說 你真的好像空氣不太一樣 吸起來不太一樣而且腦子也比較清楚 空氣是透明的口說無憑 不如就來做個實驗 以PM2.5這邊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裡面 每立方公尺其實只有2.5 一般人對這數值沒什麼概念 那就走到室外再測一次 其實今天空氣很好 今天PM2.5只有到16 可是通常台北市正常的狀態 可能叫5 60 70 是我老爸的愛店 是喔 對 我有個化工老爸 所以他覺得任何東西都要用化工的方式 別小看這空氣品質檢測儀 小小一台就要80萬 林玉芳花了8年才把這棟老房子翻新 與台北101並列 獲得力的白晶級世界最高綠建築認證 但大樓幾乎全年滿載使用 要說服客戶換管線吃了不少苦頭 那曾經有一次 我記得好像是清明廉價吧 那突然間同事打給我 很緊張地說爆管了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要淹水了 同事為了要 我也不知道當下可能想要解決這個東西 也受傷了 那水超冰 他自己也沒感覺到他自己其實先流滿地 那最慘的應該是 每次我們要做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出糗的時候 永遠都在大老闆的桌上 林玉芳原本在香港的不動產公司工作 朋友要考慮綠建築執照 他有興趣也跟著念書 老爸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爸爸平常每個禮拜會跟他通電話 他就問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我說我現在真的在忙我在讀書 我當時在跟他說 我在念綠建築的時候 他當然就一頭霧水 他說什麼是綠建築 觀念聽起來好像很新潮 但說穿了就是老祖宗的智慧 不只紅帛大樓 林玉芳也把自己的專業貢獻在這裡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客廳 餐廳 有著帥氣外表的林玉芳原是林玉芳的弟弟 台北西區的建案是第三代的初登版 我們五感十足所推崇的三大理念叫做健康建築 綠建築以及生活建築 你國外會常常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說邻里之間鄰居會互相打招呼 就算都不認識坐電梯可能會打招呼 拆掉之後 模板就會開始坐 OK 模板從一樓開始坐 要不然從二樓開始走 只要放假回台灣 就是我爸一定就會要我去工地 對 但他當然不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工地 對 然後大家其實壓力也都很大 2004年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還記得剛落地的第二天就颱風 然後老爸就很興奮 他說走 下大雨了 掛颱風了 我們出門 我說去哪 逛工地 他要看英里有沒有漏水 然後我說颱風天 他說對啊 這個時候看漏水最明顯了 有史以來第一個風阻泥氣在動的影像是我拍的 因為好過癮喔 把爸爸的身教謹記在心 學律建築的林玉芳帶著土木與財物背景的兩個弟弟 要創造屬於他們的世代 人家做父母做三代 你要做第三代嗎 對啊 其實每一代都應該把自己當第一代看 而且每一代面臨到的挫折都是不一樣的 法拉利做了超跑之後 他到現在還是有在做更快的超跑 他不會因此因為做了一個超跑之後就停下來了 帶著阿嬤與爸爸拼命三郎的精神 不把101視為壓力 三位繼承者們有打造下個代表作的企圖星 阿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